好 路口监视器拍下 当时一名女子就趴在一辆汽车的引擎盖上面 没想到汽车硬是一直开走 使得这名女子沿路被拖行 拖行的大约将近50公尺之后 最后摔在马路上 后方的骑士们看到这个景象 简直是吓傻了 立刻紧急刹车 而这名女子身上有多处的擦措伤 经过送医救治之后 是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这个事情真的是让所有的人非常的惊讶 这发生在8月2号昨天傍晚的时候 6点多在高雄岗山的人寿路 当时这一对情侣疑似起了口角 女生不想让男生离开 于是就趴到汽车的引擎座上面 没想到男子硬是要离开 结果就开着车 把女朋友拖行了50公尺之后 让对方摔倒在地 警方到场之后将人送医救治 同时也将可恶的凋性男子 依伤害罪嫌疑送侦办 那么这是来自高雄的资讯 再把时间交还给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